在6月29号的时候 晚上我突然收到一个 就是微信消息 我姐姐的 说就是 你快联系我出事了 派出所的人 跟我姐姐打电话 你的这个孩子是参加了 还是举办了这个聚火波的马克呀 他们现在说 他是一个古办成员 然后再之后呢 几天内就没有消息 到7月4号的时候 凌晨4、5点钟的时候 我得到一个消息 这个我妈妈给我发的 说你快给我回家 我去家里出事了 发生的事情就是 国安的人去敲我家门 然后把我父亲给带走了 然后去询问了 很长一段时间 说就是 你这孩子到底怎么参与的 这个民主活动啊 这孩子平常在中国时候 他是不是爱党爱国呀 如果不是的话 你一定要教他多爱党爱国呀 这样子是不行的 也没有用的 我们都已经在思考很久的 就是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把我们这些 就是我们甚至有些 人之间互相是不认识彼此的 那我们的信息是 就是谁怎么知道的呢 我们都不是很确定 然后最有可能的结论是 我们就是和我们都有联系的 某一个人 他就是去了中国境内 或者是他的信息 一模中方是被compromise了 然后让就是中国的人 知道了我们大部分的人的联系信息 但是还有一些人没法解释 他们可能只是找到了 曾经有民主活动历史的 住在DMV区域的人 去年十一二月份的时候 我在竹梁区的 一面不远的地方 在发就是反对 清零封控的传单 然后就有一个人 他就过来骂我 他说我是叛徒 然后我收了美国政府的钱 然后我说我没有啊 我只是不喜欢这个政策 就是发声不是很正常吗 他说不 你是一个这个败雷 他就要把我的脸 拨给他的中国的那个朋友 然后说就是你快把这个人 就是报到公安局去 这个人是这个反对政府的人 反清零的学生 贴出来这个布告之后 然后CSSA的学生们 他们就经过了大使馆的授意 他们去撕下这些标语 他们去阻碍就是正常的发声 他们去贴自己的标语 然后威胁警告学生们 说不要去参加这些活动 我现在露脸等等啊 我觉得我没有说出任何 共产党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在这一方面上 我是很放心的 因为他们已经觉得 我是参与这个组织 甚至说创办这个组织的人 然后民主的发声呢 就是共产党知道我 或者不知道我 那对的事情也一直是对的 应该为了人们的这个 well being而发声 应该为了一个更好的有 就是解决问题的机制的 正体而发声 而这个我觉得我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会一直坚持发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